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说你跌下来的话金融股就稍微付一下 就赶快弄了一个受险资金可以经营长照的这一块 就在一个利多再进来 那一来到8400这个附近又怕过了8500 一旦要收税又要退税的话 这个国税局大概也忙不过来 那又再压抑一下 所以控盘的这个首碗是在金融这一块 这个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但是我们说过 同志朋友如果你被这个困扰住的话 你很难做股票 你根本就整天在讲 赞所税又够安装了 那未来又怎么样了 然后其实这个都是问题不大 你看今天还是六七十档的股票涨停板 那你每天绕在这个绕不出去 绕不出去 因为一旦你绕不出去的话 你带这个所谓的这个 就算赞所税通过的话 同志朋友我很想问你 你认为那时候就应该要大买吗 这个也有有疑虑的 会不会是利多出境 搞不好来一个大幅回挡 所以你如果一直套在指数的涨跌过程当中的话 你就失去了一个可以在这边 因为股票很多都在轮动上来涨停板 所以我们讲一个真的 像我是指数方面我们是待会跟大家讲偏空 是有点偏空 还没有转多 可是我们各个方面是全力做多 在选股的策略问题 所以现在讲空 真的预测是空头 或者说预测保守的 会很辛苦 投资朋友我在这上20年了 我不轻易让你去做融卷的 因为那是一定有道理的 因为没有办法跟投资朋友交代 投资朋友你自己给自己交代 你每天看的股票 670几个股票都涨停板 对不对 你怎么可以说是空呢 你看到什么 涨的加速超过跌的加速 涨停板的加速 大过这个跌停板的加速那么多 这个就是结构 所以投资朋友我们市场还是很多东西要跟大家讲 股票市场上就两个 一个叫时间 一个叫结构 那时间就是技术面 所以我们熟悉的波浪理论也好 或者说黄金切割率 或费波难吸 细数列这一些都是时间 时间是固定的 投资朋友你试着想想 你用一个固定的东西就要赚到钱 那个难度是很高的 所以我每次会跟大家讲股票绝对不会是时间问题 但是结构是千变万化 对 那结构千变万化的话 你要慢慢去体会 为什么叫结构千变万化 我经常跟投资朋友举 我每次 今天我们还会跟大家讲说 我们这个礼拜要去 这个中南部 跟大家见面 顺便把这个结构观念跟大家讲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 各位投资朋友你们家有小孩子 可能要读大学 考大学是在7月1号 这个7月1号 以前我好久没考大学了不知道 7月1号这个时间 考试这个时间 它是固定的 时间是固定的 可是你都说 我的小孩子在学校 每一次都是榜首的话 他们老师说 他一定会考上这个医学院 台大医学院的话 考了才知道 懂不懂 考了 如果考上 落榜都有可能 所以那个内容是千变万化的 懂我意思吗 那一样你说北部南希入列 1358一路推过去 如果你今年没去考 你等的时间是什么 是明年再考 政府不会因为你缺考 在7月10号再替你办一场 不可能的 所以时间是固定的 你要去了解结构 它才是观念 但是固定的东西 它一样可以让你在里面赚到钱 什么方法呢 就是指数 所以我每天会讲 指数跟个股 指数它是一个技术面的反应 那你要依循指标来做 那么当然指数是内容结构变化 所衍生的指数 所以现在指数没啥行情 所以你真的要 要在指数里面真的捞到大钱 大概也不容易 对 我们说实在 好一样回归我们跟大家讲的 来指数的观念是 它就是一个方向 我们尽量把它简单化 那么今天到底是空头惯性 还是多头惯性 我们每天都要复习一次 你不要觉得很奇怪 有时候在像这种温吞的时候 你看不出它的米港 可是真的一个大幅的下挫的时候 你会觉得或者大幅的上涨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用处还蛮大的 11点半到12点半 如果是拉轨到空头惯性 有没有 每天都要对照这些 你尽量把它熟悉 因为到12点半的时候 来到今天的最低点 它会反弹上 可能收最低 那今天到底是空头惯性 还是多头惯性呢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今天的盘式 来 今天又是一个多空焦灼 多空焦站 对 因为第一个 这个均线 一大早台股是跌破的 后来它站上这一条黄色 因为每天盘中 我们会预测一个 今天重要的均线关卡 今天它很特殊 一大早曾经来到这个均线之上 可是我们从11点半再来看 11点半是这个位置 11点半这个位置 12点半是在这个位置 所以如果你合理的讲 是今天稍微谈高做事 在12点半又准时回到均线底下 所以按照代言来讲 今天仍然是空方惯性 对 它还是空方惯性 因为它没有上来 它在综合最后关头又回到这个底下来了 这个就是指数翻黑的点 所以尾盘你计算它收高吗 那你说即使今天小小的一个卖动 它来到低点都还会弹上来 再杀低点 今天范围不大 5、6点 5、10点这个空间 你真的要捞到便宜 大概也不容易 很难 那我们也可以跟大家讲说 早就在上个礼拜跟大家提到 这个行情 你会觉得 这个开盘点100多点的前几天 收盘就拉上来 一样有六七十档块股票涨停板 今天你告诉我说 你看到这个行情说跌9点跌10点好了 你告诉我这里看空 我们真的是指数是 是的 我们再来看指标大家就比较清楚 指数是 从这段时间 从之前三四天前去一路空方下来 这是接近8370点的位置 它就一路跌 那你说 这个到这边走到这里的话 这个小波段有 你盘这个之前有在弹上来 你只要指标设计精湛一点的话 你也不会被洗掉 你不会被洗掉 因为指标它是一个趋势 就像趋势的观念里面 包含支撑跟压力点 所以你不会被洗掉 所以你这个你用耐心的说 以纯粹指数的观念 如果你爆空 指数爆空的话 你到今天还是可以看到 接近200点的空间 至少是一个合理接受 我说过 这样的指标设计 让投资朋友 你在这个输赢不大的时候 OK嘛盘嘛 这几天就输赢不大 可是你看的不是这几天的点 你应该是一路绕 看到这一个点 看到这一个点 这不是一个空头吗 至少这样的一个测试说 我们不断的跟大家讲说 除了指数的计数面之外 我们代表就是一个 让你很容易看得懂的指数 而且你不会容易被洗掉 它是在管你里面绕 那你该坡断的话 当然我们倒不是说 更建议大家做什么 期货 选择钱 只是跟大家讲说 这样的代表 我们在计数线型上的设计 它的精妙点 因为即使你这边不会被洗掉 那相对的 你当它是一档股票的话呢 你也不会因为反弹被洗掉 你不会被洗掉 还是在属于一个空方的架构 那什么时候转折的话 一样 你不可能是盘后来确定的 你一样是当时候 也许明天就盘转为多了嘛 对 当在盘中再做一个确定点 然后如果是在指数这一块 或者个股在计数面的话 一定要告诉自己 合理的东西的计数面 是不可能让你买到最低 卖到最高的 是没有那种东西的 你没有突破这个迷失的话 你就算指数怎么竞赢 你用多少指标 或者几分钟 五分钟 十分钟 就乱弄一堆 最后输得最多的一定是你 因为你搞不清楚状况 股票也是一样 指数一样 没有那种指标 让你买到最低 卖到最高 没有那种东西 不要去想 没有那种东西 一段一段的做 让自己在股票上 更加的活络上来 我们一样要跟大家讲观念 在讲观念之前 我们一样再回过头来 跟大家讲 国际股市 昨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我们一样 像这个 这个国际股市 来看一下国际股市 每天早上 我们的这个操盘工具 要记得 我一直强调 它的名字叫做操盘工具 它不是一个 这个看盘工具 看盘跟操盘是不一样的 操盘工具 一定要让你有知道 国际股市的变化 那国际股市 我说这一个月最大的变化 我五月出去跟大家提 跟汇率有关系 那你说我怎么知道 跟汇率有关系呢 我每天在看CME那些报告 对 那个外卫市场的报告 我们会比较清楚一点 所以我说我们看到 你看日元 昨天 你看我们最近的焦点在日元 日元这个安倍晋商 有三把剑 已经设了两把 都跟货币有关系 今天早盘的时候 它要推出这个政策的时候 那么日元一度又回扁到 大概100.4左右 但是现在又急升了 为什么 因为它的政策出来 由货币的这个政策 转为财政 所以已经可以预告投资朋友 如果你做日股的话 短期日股没有大行情 因为财政政策是很慢的 你砸了两三千亿进去 然后做一个公共工程的话 不可能今天决定明天就收回来了 要好几年的时间了 对 财政策很慢 但是货币的政策速度是最快的 印钞票很快 对 印钞票很快 二来的啊 你就是说我们就好像我们国内央好不好 它不升息突然间下个月降息 再下个月它也可以升息 它可以速度很快的变 所以货币政策一般来讲 都是有一点那种 效用比较快 效用比较快的 速度快 好 那你看看 你看美国公債直立力还没有掉下来 还是在高点 这个都要注意 中东的事件的话 这个下礼拜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会不会让油价再升上来 这个都要观察了 好 掌掌跌跌的内容当中 因为日元的升 这个今天还是呢 但是欧元就要注意了 欧元的1.328年 我讲了好几天了 大家要留意一下 这个优光国际金融市场上一些变化 包括欧洲油价的变化 都跟欧元有很大的联动性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 那我们今天看到这几个重点 国际股市这几天都在跌 所以你看到出控做头 出控做头 那区同IC也做头了 可是今天需要就很强 你不觉得很奇怪 我可以跟你讲 日元一 投资朋友我们要跟大家讲 日元的升贬值 日元的升贬值跟 日元的升值是不利于IC设计的 那记得这一点 记得 那么IC设计的话 跟这个升级股又是悄悄版 我跟大家讲 这个言论是我们观察它的结构 我刚才跟大家 开场白观察 什么叫时间 什么叫结构 这个结构的变化的话 全台湾大概分析人 大概不懂这个东西 不是不懂 因为他们不像我 经常做统计资料 我跟大家讲这些是做统计资料找出来的 那么跟大家讲说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 这一两天 大家一定要留意 台股的升级股 即将要发动了 因为日元的话 目前在CME的外卫市场上 已经比较合理的看法 在95到97了 所以一定要留意了 留意升级股了 升级股真的要动了 好 一样 我们看到一个 今天要讲 除了讲升级 待会要讲跟大家提到 升级股之外 我们看到国际股市 很多股票都在做头了 最明显的 我们看到 最近在国际股市 强力拉合叫什么 3D列印 3D列印的 3D列印 台股市今天死为涨停 好 今天我们就用这个 做出发点 要跟大家讲 另一个重要的观念 当然我们再看到一个这里 国际的指纹辨识系统 的概念股 刚才伟廷跟我讲 这个中国大陆的 这个指纹辨识系统 在狂飙了 都在涨 好指纹辨识系统 要注意这个题材 那我们先暂且压注 我们先来看 今天讲的第二个重要的观念 在哪里 我们来看一下 8416的实微 8416的实微 好 我们来看实微 实微的买点在这边 实微来看一下 实微 实微 好 那我们先回过头来 跟大家讲 投资朋友 我们之前跟大家讲 为什么要去做实微 因为国际股市的 3D列印 是大涨的 所以你把实微 选到实微这个股票 要记得 那么国际股市 3D列印的股票 在这边 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简单列一档 除了这个 最主要这个 S1 这个也算3D列印的 当时候我们在讲的时候 都还在创新高 都还在创新高 好 这是印表机的这一块 好 那我们要跟大家讲观念 我们说你准备好 国际股市 3D列印的股票 在大涨 所以你把股票找到 这个股票叫做实微 对 那我们当时也在这个 5月2号的10点多 那我们是盘后来上节目 跟大家讲说 我们要隆重推出 3D列印的概念 它有没有马上涨 没有 它经过了两三天的 温吞在这边绕 在这边绕 之后开始一路 这涨停 涨停 那么这个点 就是2013年的5月21号 当天是礼拜二 我们在文字叙述 这个文字叙述 框框也跑出来 在5月21号的10点1分 实微 8416年代码就了 那这个东西跑出来 它会出现叫声 它会叮咚 好像有人家按 人家的门一样 因为怕你疏忽掉 所以我说过 这个我自己跑出来的东西 所以它不叫操作 所以我一直强调 我们叫做 简单易懂好操作 它这个跳出来 是自动跳出来 所以它不用操作 它就会自动跳出来 好 那这个点它会叫 这个就是我们设计评程 会有叫声 好 那这个点是干什么呢 你说我们老师 我们看到这一个 李大哥 我们看到这个东西 我们怎么做呢 是不是要去看看 主力的一个 一个是买操 卖操 外资是买操 卖操 这个是多头动能 空方 或者一些 这个买卖均章 不用不用不用 你看到这个点 就看到这边跟你讲 这个叫短多中多 起涨第一根红 多方进场 停准价守好 然后呢 箭头往上 所以 因为技术面 我一直强调 它只占三分之一 你不用 钻在那些 什么主力 什么一大堆那些 那个用处不大 为什么 它根本没什么 主力买卖操 为什么连续大涨 因为国际股市 在涨什么 三低列印 所以单单这样的一个画面 你就已经 吻操胜券了 从这一个点 涨到这一个点 是八天里面有七支涨停 对 那这个讲半天 讲了半天 我没有讲到正所税 没有讲到正所税 八天里面有七支涨停 跟正所税 有啥关系 来看一下 这个叫十微 十微分两个动作 投资面你要记得 国际股市涨了一波 拉回 十微也跟着拉回 十微拉回的幅度比较久 国际股市涨了一波 在这一段过程拉回整理 拉回整理 十微拉回的时间更久 这个拉回的幅度 可能有到达两成左右 那么一旦 这个国际股市 这个再创高 十微就从这里 再上来一次 那投资面懂这个观念 你把这个观念在脑筋里想一下 来来回回做 这个波段你没有做到 这个波段是76% 我们经常挂在嘴巴说 什么叫76%呢 你投资100万 可以回收多少 176万 对这就是观念 如果观念不清楚的话 怎么办 那句话 就要来问一下 就要来问一下 观念不清楚 就来问一下 我们这个里面安排的 两天重要的行程 这个6月8号 6月9号 新竹台中 中立跟台北 这次跑比较多地方了 我就是要跟你讲观念 还有什么样的股票 即将在下个 这个下个行情要开始发动 你赶快 赶快 好有更多这个台北股市当中 这个个股分线 我们就台股新攻略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认真对待每一个来看我的电话 我认真对待每一个来看我的电话 不过不认真 怎么会走下去 认真是一种态度 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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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的手 认真起来都充满力量 认真的台心 挺认真的女人 全台最好 千万会员权益 只在台心 威大利 伊大利 威大利 威大利 水啦 is it good to drink 你点快点吧 威大利的金黄色 是维他命D2的原色 不是色素哦 水刺源刮胡刀 提供你意想不到的保护 独创顺刮旗设计 有效减少皮肤与刀片间的摩擦 水刺源限量版新登场 Free Your Skin 买舒适牌产品 迎电影限量奖品 仅于电影院发映 全新观点不超爆 每日关键报告 领先各大媒体 趋势 我说了算 让您财经早知道 国际财经零距离 Makno News 让您独立思考 盘业分析最犀利 带您抢先获利 锁定爸爸 让您轻松钱滚钱 就在三立财经台 88路线进展 本车开往台铺大道 第二杯半价一共88元 台股受到激励 家庭居住开盘上涨88点 所有的消息便送到 三立财经台在88频道 范玉华 蔡伟婷 李星云 杨一梅 陈书贤 王志玉 台股的起点就在三立财经台 锁定爸爸每天发发 万岁牌真果 可可饱满 雄饮用 每天都吃真果 有益健康哦 不是万岁牌真果 我们可是不吃的哦 欢迎再来回到台股新攻略 带你掌握全世界 好 这个顶带哥哥 这个做股票的话 这观念上面当然是非常重要 这个赚不赚到钱 观念上面将会领导一些 当然啊你有好的观念才能够做好股票 因为你就好像大家在讲证所税 可是可是这个实微啊 你看我们从这边跟大家讲的 还跟大家预告 然后呢 你从这里才几天了 8天里面有70涨停板 它等于保安是76的空间 那这个跟证所税应该没关系吧 那你为什么会做实微 你要搞清楚这个方法 你要了解国际股市的 这个所谓3D列印的概念是 过去这一年涨了三四倍 那你掌握它的这个所谓轮动架构 那么我说过 目前国际股的3D列印是在做短线拉回 那你下一个观念是说 只要实微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只要实微它没有卖出讯号 你就一路报 所以我为什么一直跟大家强调 你不见得会买在最低点 但是你也不见得会卖在最高点 可是你不要失误了 对不对 这很合理的 你可以少赚一点点没关系 可是你就按照指标 第一个找好股票 找对股票根据指标做 而不是根据指标来找股票 那你就颠倒了 你怎么找你找不到 有些指标翻多的话 可能第二天就拉回了 就是大家使用 这个看盘工具跟超盘工具的差别 怎样的超盘工具 可以跟你讲实微 跟你讲3D列印跟实微有关系 你很快找到它 接下来你找的就是这个东西 那这个转折点到 我们这还会出现叫声来提示 所以一切都让你简单 易懂怎么样 好操作 好我跟大家讲 注意最近日元 如果回到97以下的话 那么跌到这个100以下的话 生技股就蠢动了 注意哦 所以我们最近跟大家提到 这个也是我们跟大家讲的 美食啊 这个也是今天又再创新高 这个上来也有将近 五成以上的空间了 大概六成左右 你投资100万也是 160万回来 所以你只要一档两档这样 然后呢 比较没有动的股票 国际股市相关的股票没有动了 你的股票涨上来也没什么动了 换掉 这个叫太弱留强 所以你最坏的状况是输赢不大 可是你一旦对的话呢 那你需要注意的 可能会让你一个大波段 像我们这个 这一次我们就到这个中南北部 跟大家提到的东西 就可能跟大家讲 指纹辨识系统的概念 好 这个很特殊的股票 这个也是我认为 这个接下来相当 相当重要的机会是在这些股票 你看到他这个 这个国际股市昨天还 昨天国际股市还 美国的NAS打高科技股市大跌的 它是大涨的 一路走高 那过去这五月份 我们看的是五月份这几天 五月份过去这一个月左右的时候 它是飙涨的 那飙涨的原因就是因为 这个是反映iPhone6的题材 甚至未来 Samsung都会加入这个题材 叫做指纹辨识 应该总体而言 它叫做NFC的概念 NFC的概念 好 我觉得这个题材 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这个题材 我们会在我们的上课的过程当中 来跟大家提到一下 我们来验证一个东西 我跟大家讲说 日元 日元不但的在做一个回升 这个我们昨天也跟大家提到过 这个点 这个股票叫做 瑞玉 瑞玉在这个点 这个点 是在五月十五号 当时候日元的汇价在103.7 结果日元汇价开始一路回升 瑞玉就一路跌了 所以这证明我跟大家讲说 IC设计还有几档国家在用 甚至模组的这一块 都跟这个联动 但是我说过 这一块很多 这一块所联动的包括面板 他们有没有注意面板 好像也不太对劲了 今天的这个群创都大幅拉回了 可见这一块跟日元的升贬值有联动性 那这个资金即将在未来几天当中 已经确定日元没有办法回到100了 所以资金要流传到台北股市的生计股 所以投资朋友我们要跟大家讲说 你可能真的要准备一下 生计股 跟我们跟大家提到的这个NFC的题材 准备要开始一波的行情了 但是对于3D列印的概念股呢 投资朋友你用指标逢高来做一个转折卖点 但是也不建议你再做一个抢进 毕竟8天涨了70涨停板 你再叫我再带着你去做的话 这好像也不合道理了 最高风险大 国际股市这块已经短线上开始在整理了 所以我说像这样的一个点点滴滴的话呢 我们要透过这个重要的这个 这个来跟大家提到 这个很重要 因为这个面临到下个礼拜 可能就证锁税就会 在临时会慢慢要闯关了 应该证锁税会过啦 新版的证锁税因为 6月13号嘛 6月13号临时会 那时候也面临到这个苹果的6月10号的开发商大会 等等之类的都密集在一起的 新的产品新的世代 这个所谓的新的产品新的国际股市啊 什么股票持续在大涨 台北股市的概念股却没有动 一旦新版证锁税通过之后 这个内容结构会不会有变化 还是跟大家所想的一样 就是那些借壳上市的股票天天在大涨 我看这个大概不一定 所以内容也会因为 因为这一次新版证锁税的过关里面 很大的内容转变 但是目前多头是没有疑虑的 到这边你提到没有 多头没有疑虑的 你如果要赶着要上车的话呢 那你要把握这个刚好 结构转折的一个上车点 我们跟大家提到 生计股NFC的概念股 可能是下一波的主流 大家留意 那这个都会我们在这个内容上跟大家讲 这个叫关键的解析 主讲当然就是我啦 那么时间在这个时间 但是我又有跟大家讲你要注意这一行字 要登记一下 先预约 对对要排排座位 因为你也知道我们这个三例是全省直播 这个收视画面都非常漂亮 所以这个人数增加的速度太快了 真的太快了 那因为我们要准备一些资料给大家 所以我们希望投资本能够做到 做个预约登记 做个预约登记 那如果说这个投资人 他有自己个股上面想要来这个体检一下 那当然啊 你顺便可以看看我们的顺便 就看看这个锐域这一档好了 你顺便也可以看到我们这套操盘工具 我会带去给大家看一下 或者说你把你的股票丢进来 它是在这个位置的话那就麻烦了 因为你跑到这个位置 可是当然跑到位置上 你只能期待下一个转折 所以我说过 有好的操盘工具的话 你自己永远不会套牢 因为你不会有这个失误 又跟着指标做 但是一旦套牢的话 那就来我们这个上课的内容里面 我就会告诉你 你接下去的卖点在哪里 或者说你什么时候再把它摊平回来 当然这样做是因为不得已的 照理说你不需要 你就跟着我们石薇 1795的美食 这样的模式做就可以了 但是投资朋友我说过 有两难的 因为投资朋友有时候卡在这个套牢股 要不知道怎么处理 我们在整个这个上课的内容 会跟大家讲得很详细 为什么国际股市的变化的结构是怎么样 为什么你没有办法在股票市场上 长长久久的稳健的获利 你的盲点在哪里 当然我会跟你说 我们现在说是走到这儿 你不只要迎头赶上 你还要后来居上 所以这是观念问题 包括了在这个今天 这个邸大哥还是在提到这些部分的族群 包括了这个围头影技术 全辨识系统 都是今天比较在多加着论的族群 更多的这个国际股市场新分析师 请许所在有名的节目我是韦婷 我是屈人代 我们明天见了 拜拜 拜拜